欢迎来到澳房子,我是Alex老师 两个月的等待终于结束了 迎来美联储在2023年的第一次加息 0.25% 在加息会议之中 美联储还同时暗示随后会有小幅度加息 并且可能会更快停止加息 进入利息横盘期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 如果美联储停止加息太早 会导致通胀反弹 引起像1970年代一样的 通胀15%利率20%的情况 导致经济萧条 在美国利率和经济走向影响下的 澳洲经济利率和房市走向如何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加息 这对我们的投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影片 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澳房子 每周发布的精彩影片了 不出所料的是在沉寂了两个月之后 美联储宣布再次加息 而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美联储只加息0.25% 并且表示会在之后多次缓慢加息 随着美国通胀持续降温 美联储的加息步伐也逐渐缓和 如果接下来有更多的证据 表明美国通胀持续减缓 美联储可能会在三月份会议之后 考虑暂停加息 也就是说美联储可能在五月份的会议之中 宣布不再加息 这个五月份暂停加息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基于美联储官员拥有表决权的 Waller给出的时间表推测的 Waller在近日的讲话之中说 争论的焦点是应该在三月份的数据出路之后暂停 还是在六月份 从风险管理角度出发呢 美联储需要六个月的数据 三个月太短了 此前美联储公布的10月 11月和12月份的通胀数据 都显示物价涨幅稳步放缓 比如上周五公布的 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 核心PCE物价指数 12月份继续降温 创下14个月的新低 同比增幅4.4% 符合预期 11月份的PCE是4.7% 不过这个指标仍然超过美联储 2%通胀目标的两倍 根据Waller的说法 如果降温趋势再持续三个月 也就是看到1月 2月和3月份的数据 那么哪怕是美联储鹰派官员们 也会认为看到足够多的证据 有信心通胀朝着目标方向回落 这样美联储在5月2号的会议 可能会选择暂停加息 作为西方世界经济风向标的 美国加息走势已经逐渐明朗 这对澳洲经济和房市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在澳房测频道 您会学到最棒的澳洲房产投资知识 初学欢迎加入澳房测基础会员 领取五大礼包 铁粉欢迎加入澳房测油管频道会员 领取福利 并加入专属交流社区 高手欢迎参加80分钟直播公开课 Masterclass 学习最有效的澳洲房产投资理念 买到好房实现财富目标 所有报名链接都在影片描述栏 如果不是在油管看到影片 请您私信我们获得报名链接 澳洲的加息周期比美国要晚几个月 虽然澳洲在经济金融大趋势上面 要跟着美国走 但是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情况 在一月份 整个澳洲从节日氛围回归 房产市场回到正常经营的模式之中 中介开始上班了 律师开始上班了 买家也开始看房 再加上加息暂停了两个月 房市看起来好像变得更火热了 很多粉丝反映说 自己身边有不少房子开放参观 每次拍卖都有几十组人 数据上看 清空率也是提高了一些 所以各种媒体就开始炒作说 澳洲房市整体上已经触底反弹 中介还会宣传说 一月份是最好的入市买房时机 当然中介是给卖家工作的 为卖家做宣传 无可厚非 只是你要是相信了 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我在上一期影片 澳房测209里面解释过 为什么这种房产市场火热的说法 是站不住脚的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率的问题 澳洲的房产市场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脱离澳洲本地经济走势 上涨或者下跌 大多数情况下 只跟信贷量或者说利率 和贷款难易程度相关 这一点我在澳房测202里面讲过 有兴趣的话可以步步课 澳洲11月份12月份通胀继续暴涨 怎么可能停止加息呢 利息往上涨 怎么可能房市触底反弹呢 当然这次的美联储继续加息 又给澳洲在2月7日加息 和随后的多次加息提供了动力 如果你还不相信澳洲 1月份房产市场其实没有好转的迹象 看看统计数字就知道了 前两天刚刚出来了 Cologic澳洲房价统计数据 显示整个澳洲1月份房市下跌1% 悉尼下跌1.2% 墨尔本下跌1.1% 布里斯班下跌1.4% 其余所有的城市都在下跌 所以从经济底层逻辑和统计数据上都没有办法说明 1月份澳洲房市已经触底 当然如果你非要抬杠说我一个朋友拍卖的时候要跟好多人竞价 最后高出底价多少成交了 那这种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呢 绝对可能 但你要是用你身边的一个例子 或者是一个新闻报道里边的一个例子 就想要代表澳洲所有房产趋势的话 那这就跟开玩笑一样 以偏概全偷换概念 懂的都懂 大家想要看澳洲房产各个城市的走势精确到每个月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到澳房测网站走势页面 我们每个月都会更新数据 你还可以手动选择各个城市的对比数据 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澳洲房产市场走势 这比新闻朋友圈还有你邻居二姐的消息靠谱多了 美国的通胀呢 目前已经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从顶峰的9%下降到了目前的6.5% 美联储也开始减缓加息的脚步 很多人认为这是澳洲未来几个月将会面临的局面 所以松了一口气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的研究一下 你就会发现超高的通货膨胀 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只有一波 全都是按照波纹的形式 一波接一波的出现的 美国在1940年代和1970年代发生的通胀之中 在第一波结束之后 紧跟着都会迎来第二波更高的通胀 这是因为经济在第一波大通胀之后 一般都会陷入衰退 这就逼着政府放水印钞票 美联储降息过度刺激经济 造成第二波更严重的通胀 但是历届政府好像都没有仔细学习这么简单的经济历史 结果1970年代的大通胀 同样第二波比第一波更为严重 而目前我们可能只是通过了本轮通胀的第一波高峰而已 如果你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 可以看一下爱才说051 而澳洲的情况跟美国当然不同 不过通胀在过去几波之中 也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压得下去的 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反弹 澳洲现在的通胀可能只是达到了这次通胀周期的第一波顶峰而已 后面可能会有更长的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相对高通胀时期 所以说在这种时期 大家学会投资 让自己手里的资产回报 跑赢通胀 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美联储加息缓和消息出来以后 股市大涨 美股开年到现在就一直在涨 澳股也涨到最近9个月的高点 好多消息出来 说已经开始牛市反弹了 但是大空头Michael Burry 几乎在美联储决定加息2.5%的同时 发出推文 只说了一个词 卖掉 然后又一次删除了自己所有的推文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仍然看空资本市场呢 至于比特币方面 开年到现在已经涨了45% 来到了24000美元 看来这种投机性风险资产 还真是像过山车一样 一不注意就闲鱼翻身 当然再一不注意也可能翻身变咸鱼 对于我们更加关心的澳洲房产投资来讲 美国加息脚步减缓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 因为澳洲利息政策绝对是要参考美联储行动的 美国如果5月份暂停加息 那么澳洲可能在下半年停止加息 到时候澳洲的房产市场就会得到喘息的机会 这里我在去年做出的预测澳洲房市将会在今年年中左右进入触敌反弹模式 又进了一步 对于自住房买家来说呢 我的建议不变啊 只要遇到合适的 你的现金和贷款也准备好了 可以随时出手 不用刻意等待所谓的市场时机 因为要找到适合你自己 另一半 孩子 老人 未来10到20年都能居住的房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自住房来说呢 居住舒适是首要条件 投资可以次要考虑 只要你买的区域不是那种万年不涨 或者是总跑输大盘的区域啊 只要你买对房产类型 即使利息波动 价格波动 其实长期来看呢 问题不大 对于遇到市场好就买房 看到市场不好就卖房的房产投机者来说啊 那这种快买 快卖的用交易赚钱的方法 不适合大多数的房产买家 只适合几类人 第一 你自己就是建筑师或者是开发商 自己很有眼光 看中了一块地啊 那然后放了一个选择权 买些时间呢 去做批文 批文下来 一转手一卖 就能挣个快钱 当然也有批文下不来的时候 这就需要看人脉 看眼光了 一般人没法做 还有一类呢 适合快进快出赚钱方法的人啊 就是自己懂得改建 买个老房子 自己加建改建 但是同样呢 需要你有建筑和材料方面的经验 这还是个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基本相当于一个全职工作了 翻新以后卖掉挣钱 不过严格来说呢 这种方法属于生意 不算投资 投资在我来看呢 应该是那种 看到一种投资标的的市场潜力 做好调研 然后投入 长期持有 让时间帮你赚钱 就像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一样 而那种赚快钱的房产投资人呢 有点像是主动管理的基金经理 今年干的好赚了50% 那明年干的不好 赔了70% 我自己呢 比较喜欢巴菲特一样的 以意代劳的投资方法啊 因为我想留更多的时间 享受人生 今年对于聪明的投资者来说呢 会出现很好的机遇 虽然澳洲多数城市的房价 不可能跌回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也会出现一个房产周期中的低点 如果你现在手里面的现金和贷款已经准备好了 并且找到了一个正现金流的房产 侃侃价格其实可以直接下手了 我们粉丝之中呢 就有一位啊 很牛 最近在悉尼近城区买了一个两房的连牌 老房子 房租要价800一周 结果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直接被一个本地人出价850块一周给租走了 那现在利息这么高啊 算算居然现金流是正的 还有几位会员呢 投资了澳房测会员专享的地产开发项目 在低价锁定了两年之后地块的同时 还能享受到年化15%的回报 你想想 不但把高利息周期跨过去 建筑材料上涨时期跨过去 还能用低价锁定两年之后房价上升期的地块 所以不少人呢 都是去银行做转贷 支付银行5%到6%的利息 然后投资拿15%的回报 也有一些纯海外人士投过来的 因为没有限制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私信我们获得信息 所以说无论什么市场情况之下 都能够找到好的投资产品 只是难度有多大的问题 在大家都不买房的时候 你去买 一是说明你很有投资眼光 懂得投资必须反人性 二呢是说明 你真的有不少闲钱啊 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 请您订阅频道 澳房测助您房产投资 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